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金牌的硬盘 这个绝对是一个图片仅供参考的硬盘 因为这一个硬盘它第一次拍照片给我看的时候 整个板子都是干干净净的 现在到手以后 贴纸下面的颗粒已经全部被干过一遍了 咱们上机检测一下 对方当时给我的描述是 上机只能识别出一个两局的分区 我现在上机它是完全识别不到的 包括刚才我短接都认不了 另外它这一块硬盘在上电的时候 是呈差不多两安大短路状态的 我这一个电压还会不断往下掉 从热成像上面看 这个主控发烫是最严重的 主控估计是不能要了 最高温度可以达到130度 其实这个盘在第一次来咨询我的时候 根据描述我的判断可能是固件的问题 具体还要发过来再做一下检测 当时对方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后面在附近处理了一下 处理完以后现在的故障是完全改变了 本来我当接盘侠备胎或者工具人啥的 我是不会介意的 但这种原始故障都一起改变的硬盘 那个维修难度肯定也会跟着一起同步提升的 当时我看到这块硬盘是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 我都想直接退盘了 但无奈又抵挡不住对方提供料板的诱惑 所以我们目前还得先把这块硬盘修复到它原始的故障 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因为对方当时给我的截图是还能读到一个两局分区的 那时候它的主控应该还是好的 目前是主控在发烫 所以不排除是主控 或者是颗粒底下出现了连锡 引起短路导致的 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个主控直接挂了 虽然目前有料板在手 但我也并不急着用它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主控拆下来做进一步的检测 主控拆完目前已经不会短路了 我们再来测量一下周围的供电有没有异常 这里1.8伏 这里没有电压 这边3.3 这里也是1.8 颗粒核心供电这里应该还有一个1.2伏的电压没有出来 目前不知道这个核心电压是不是需要等到主控工作以后才会开启的 我们先把这个主控给它干上去吧 现在这个主控我是换好了 不过这个上地电流依旧是偏低的 我们给它连机测试一下吧 直接上机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给它短接看一下 目前短接是可以读到这个主控了 我们给它做一下这个颗粒测试 看一下颗粒ID能不能读到 它的颗粒ID读取是有问题的 我这边重读了好几次都是这种错误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的供电电流看起来是正常的 但我只要稍微往这一个颗粒下面一按 就会触发短路 非常的诡异啊 这有可能是它们板层之间存在短路了 反正有料板 咱们直接把这一个颗粒给它替换上去 刚才我单独上级检测过这些颗粒了 它们的ID读取都是正常的 如果真的只是板层的问题 我相信这一个料板换上去 肯定是可以要到并除的 主板换完这个电流也能轻松跑上来了 并且会有跳变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咱们上机确认一下 灯在闪了 好的 硬盘现在已经成功识别出来了 目前这块硬盘已经开始被我一点一点的滤掉了 可能是因为之前颗粒受药的时间比较长 导致颗粒出现了老化 现在的速度是只有200多K 大概还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吧 其实我还是更喜欢一周盘 只要大家相信我 我相信这个距离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硬盘 这个盘绝对是把我当成备胎来使了 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这是他当时拍照发给我的样子 这一个是我拿到手以后的样子 主控都没有焊接 甚至这块主板 以及这个主控后面都出现了掉点 上面写着料板的这个盘 刚才我上机测试过 也是坏的 我现在再给大家测试一下这块料板 上机它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并且这个盘还会发出电流的吱吱声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为什么广告图片上要加上一句图片仅供参考 实际请以实物为准了吧 你看到的宣传页面有可能是一名大美女 而实际上在背后操作的 有可能就是抠脚大汉 看到这种情况 我也赶紧跟对方联系了 问他这个盘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给我的回答是自己干过一遍 甚至还买了一台600多的热风枪 以及这一块料板 我现在自己用的这个热风枪也就300多 它的装备价格都是我的两倍了 可惜成功率并没有翻倍 如果对方是第一次焊接BGA 我的评价是这个焊弓还是蛮不错的 至少没有把整块主板大面积扯掉点 或者是吹骨包 如果按照这个焊盘来看 它当时的焊接温度可能是偏低了 或者是使用的风嘴不对 导致受热不均匀 因为他带过来的这块料板 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 所以还是用我自己的吧 先给他装一个主控 这个是263ENGAC主控 我这里就有啊 当时我问对方 为什么要选择干主控 他的回答也很干脆 就是因为主控发烫 怀疑是主控坏了 才选择干他的 主控工作的时候发烫是正常的 不一定是他坏了 如果是掉固件的话 或者是固件损坏 主控一直在尝试启动固件 也会造成这个主控发烫的 不发烫那才是有大问题 在干主控之前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 周围的供电能不能正常产生 这块盘的供电 可以一次性从右下角这边测量到 好像电压都没有了 这个估计是电源芯片也挂了 我们继续来测量一下这边的组织有多少 这颗没有短路 这边也没有 这里也正常 难道是这颗电源芯片没有干好吗 因为我看他原来的这一个电源芯片 也是被干过一遍的 不排除没干好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把它给拆下来重装一下 看看电压能不能恢复 这边其实还少了两颗电源 好人做到底我也给他顺手补上了 现在主控的工作电压 是已经可以正常产生了 其余两个电感的电压 还需要等待主控工作以后 才会陆续产生 先把这个主控的焊盘给他清理干净 这个焊盘底下其实还掉了两个空点 一般来说是不影响的 因为这一块盘他用的是QLC的颗粒 能不动颗粒的情况下 还是尽量不要动吧 不然到时候即使修好了 这个速度肯定又会变成拨号上网速度的 这个主控我也给他换成了低温锡 为的就是速战速决 目前这个电流已经可以轻松跑上来了 但是会卡在0.3电流这里不动 有可能固件有问题啊 我们上机确认一下 上机是没有反应的 我们短接看看 通过短接可以正常读取到 这个硬盘的主控以及颗粒ID 很显然这个盘他就是调固件引起的 这个主控绝对是被误干了 我们现在给他重建一下翻译器 看看里面的数据能不能抢救一下 现在这块硬盘已经开始被我一点一点的给滤掉了 虽然整个过程会比较波折 但最终结果还是好的嘛 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会在三天六小时以后正常出院